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神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约书亚记》第15章 这一章的经文记载了约书亚先为尤大支派来分地 当然,按照经文所说,在第1节 就提到是按照种族来抽签所得的地 是在那个版图当中最难步 这一章的分地的记载 其实是十二支派当中最详细的分段 而且相当长,篇幅相当长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很仔细的去看哪一个地方 这需要很强烈的地理位置的背景 这一章的经文就先提到尤大是属于南部的 然后他分地的秩序也从南边开始 好像逆时钟的来走 先提到南部,然后提到东部 然后提到北部,然后提到西部 就是来去分地 经文给我们看到是按照上帝的吩咐 抽签来去执行这个分地 尤大支派我们知道在十二支派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大卫来自尤大支派 主耶稣也是大卫的后裔 也来自尤大支派 因此有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尤大支派的记录就比较长了 在经文提到在第十二节 当他提到从南部到东到北到西 就提到说这是尤大人按照宗主所得的地 视为的这一个边界 这是上帝按照上帝的吩咐 给尤大人所抽签得到的这个土地 讲完这一个过后 我们就看见 约束亚 经文就记载 约束亚为迦勒的儿子 这个就回应了上一章 在第十四章里面提到迦勒 85岁的那一个忠心于上帝 奋斗坚持到底的那一位勇士 约束亚把那个地分给他 在第十四章当中是提到 迦勒来要求 这是摩西的应许 尤大人也就按照这个要求 把地分给了迦勒 这段经文就提到迦勒 不单单信口开河 他不是信口开河 不是说不单单 他不单单提出要求 他是能够实践的 这段经文就提到 迦勒就在那边把 亚纳的三族 就是第十四节提到 四帅人 亚西曼人 还有达麦人 给赶出去 他就要说他要求得到 西布伦那块的地方 他就真的得到了 这是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上帝 怎么样的与加勒同在 加勒他宣告说 他是与信心与上帝同行的 那么上帝的确 而且在这件事情当中 显明加勒的信心 那是真实的 经文继续提到说 他得到了那块土地 那可是很难的 因为大家都不敢去 那个是亚纳人 这个巨人的城镇 那加勒85岁之灵 得到这块土地过后 我们看到他从那边 继续的来去延伸 他继续攻击敌壁的居民 也得到那块土地 所以再来呢 他就要去攻打 这个敌壁 敌壁是圣经说 他之前的名字 就叫 叫做基列西佛 他要去攻打这个城市 但是他不是自己去 他就说 谁愿意来去帮我夺取这个城 我要把我的女儿就嫁给他 因此我们看到他的职额 就是额驼列 就夺了那城 额驼列 这个也记载在四世纪第一章 额驼列就是一个的世事来的 他夺取了 这一个激烈西佛 也就是敌壁这个城市 而加勒就把女儿给嫁了给他 我们稍微停一停 做一点反思 我们看到加勒的那种雄心 我用比较正面的说法 雄心不是野心 所以他要做的是上帝让他做的 他要去发展 他要去扩展他的境界 他要去了一块的土地 一个的范围 是亚纳人的 他夺取了过后 他看到他还有一些的地 是还没有被夺取的 因此他要继续来去扩展 一个85岁的老人家 他仍然带着这种的心智 为了帮助以色列人夺得上帝所应许之地 他愿意奋斗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听到有一些人 有一种文化叫做躺平文化 就是一些的年轻人 你不能说他不愿意做 他对他来讲 他可能就是一种 所谓享受人生 躺平 能够躺平 也是一种的祝福 对他们来讲就是这样子 当他能够按着自己的舒服 他喜欢来去过生活 自由自在 没有压力 他会去笑 或者是看不起那一些的同伴 或者是长辈 为了三餐 为了生活 非常的劳碌 到最后失去健康 这躺平文化 就看不起这种的劳碌 这样子的一种的情况 但是这一些工作 我就觉得说 那什么都不做 那也很困难 那结果我想我们都要取得平衡 我们不能够只是劳力 但是却没有休息 没有敬拜 没有调整的 步伐的那种的生活 我们要有一些时间给家人 我们要有一些时间 照顾自己的健康等等 但是 躺平是不是一条出路呢 我想也不是 躺平有可能就浪费了 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跟才华 上帝把各样的祝福给了我们 难道要我们只是个别享受吗 迦勒给我们看到一种的生命 是一种不断去追求卓越 不断去扩张上帝给他的境界 他已经得到他的土地了 其实已经够了 但是他可能顾念到 以色列人还没有 他的兄弟和他的同伴还没有得到 还没有得到土地 因此他要去扩张这个的境界 一个85岁的老人不愿意躺平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带着怎么样的态度 来去过生活 来去看待福事 来去看待我们的事业呢 求神帮助 求神带领 这段的经文继续提到 当这一个儿驼列 他就夺了这个城的时候 加勒就按照应许把他的女儿亚撒就嫁给了他 那亚撒就有所要求 对父亲有所要求 他也是一个要求的人 我们看到加勒也是要求的人 对吧 当然我们看到他的要求也按照神的心意 亚撒也有所要求 对他父亲 他要什么呢 他说求你给我祝福 给我福分 在以色列人或者当时的 context里面 这种祝福其实就是土地 因此他说什么呢 你既然把我安置在尼格夫 尼格夫翻译过来就是干旱之地 干旱无水之地尼格夫 你也要给我水泉 因此他的父亲就把上泉跟下泉 就赐给他 亚撒是一个敢于祈求 敢于要求的人 而父亲也就祝福了他 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 在上帝的面前有没有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服事敢于向上帝要求 上帝要给我们为德之名 给我们为德之地 让我们福兴我们的事工 这个事工让我们为主得到少年人 或者为主得到青年人 或者为主得到长辈 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要向神求 勇敢的向神求 因为这样子的心意 这样子的祈求乃是上帝所喜悦的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 不是为了我们的名声 乃是为了福音 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信主 因为神帮助我们 有好像加热这样子的激进 或者说勇敢扩张境界的心智 有好像亚撒这样敢于祈求的生命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为己 为己 一无所求 为主呢 我们要勇往直前 与我们同在 再次让我们思想加热的生命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从祂的生命有所学习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下期望 我们下期��